她初初接觸看粗時 看到運動員在電視上飛來飛去 她很喜歡 她說媽媽想玩看粗 五歲就用手搗爛 去商場走 她也是用手走路 六歲的時候去了廣州集訓 媽媽跟我說去賣菜 我經常跟她賣菜 我還小時候 照平時乘車去買菜 買一買 為何今天乘車乘幾個小時 帶她去廣州市隊放下 媽媽買完送回來才接你 你用心思練習 這樣一接就一個月了 我可以用苦媽來形容 狠心很缺絕 表面很嚴 但實際她自己很心痛 在2006年去昆明比賽 每次比賽後肯定有分數 她一定會打回來 後來到傍晚 總教練才打電話來 她弄傷了 弄傷了頸椎第六、第七節 都很嚴重 她們都說不如康復後就讀書吧 不要再玩提操 當時其實都沒有想過放棄 她做手術後 她說媽媽 你讓我體操 我說你 醫好 做好了 我只是暫時答應她 那時我睡得太久 我一坐起來就會頭暈 頭不斷發 我發著也要跪在這裡 求家人給我玩 但我回頭 我說我跪你了 你不要去練 當時教練有幫忙 說服家人 其實媽媽是最後一個答應 表現不到應有的水準出來 讓她們看 所以當時其實都不開心 最辛苦就是她 看到我的時候她就哭 她媽媽說對不起 我拿不到成績 我最重要是你平安 還有下一次 下一屆我就斷了手 直至到八年後 即是東京奧運才能再去 還有兩個半月三會 正常的 即現在正在進入比賽狀態 當時知道東京奧運 沒有觀眾 其實都是預計之內 都想多謝她 由小到大對我的賽僕 照顧我和體諒我 照顧我和體諒我 我愛你 訓練一個奧運的運動員 最重要是要堅持 和有信心 對自己有一個成就感 要走那條路是她自己 她喜歡玩我們做家長 一定要支持 就是這鍾情 時間 剛才 我們洪返 多可愛 剪胞 那 。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